我们只是希望能够保护小朋友 每年大概会有 差不多350到400位小朋友住进来 那事实上儿虐战的比例其实不算高 大概每年平均大概是10个左右 那这10个里面其中有一半 是所谓的那个受虐心脑症 还有超过一半都是需要手术的介入 即便是有顺利活下来的孩子 其实后面也是有一大比例 他们可能有一些神经血后瘀症 比如说他可能会有脑性麻痹啊 或是点险 或是一些肢体上的障碍等等 7到8成 他有合并一个视网膜的出血 那事实上其实如果跟一般 那种意外造成的脑伤来比 其实他死亡率其实是高很多 比如说以我们自己医院的一个资料显示 我们一般外伤造成的一个脑部的伤害 其实死亡率大概是落在1到2% 但是如果今天是受虐型脑伤的话 事实上他的死亡率其实是超过10% 因为像胶病房我们每一床 其实都会有那个监视器 那我们上面那个监视器的那些数据啊 其实他会直接连到我们在中间呢 会有一个电脑 他们只要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警示声啊 其实他就是可能是某一床 他有一些状况就会发生极西声 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的那种意外造成的脑部的受伤 其实平均的居然天数大概在教病房的天数 大概落在3、4天左右 这差其实蛮大的 比如说怕睡或者是跟大人同床造成的婴儿处息症 或者是说误食药物啊 然后误食那种就是家里面的一些清洁剂那一些 他没有办法提供儿童日常生活基本的一个所需 临床上我们常看到被疏忽的孩子 他可能比如说身材比较瘦小 那可能就穿着可能比较邋遢 那可能好几天没有洗澡 那卫生习惯也会比较不好 在意外伤害啊 他不管是在12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其实都是排在前五大死云里面 甚至在12到18岁 他甚至是排在第一名 充滤型脑伤 他的死亡率其实是 其他疾病的等于是3到4倍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控的 就是走到更前面去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那总比我们后续在后面在医疗端就是去抢救 但是后来即便这个孩子活下来 你也会觉得说 这个结果好像是不如预期 小交病房其实面对到疾病 其实各式各样 对因为像成人他们会分成外科交病房 跟内科交病房 那18岁以下不管内外科 只要他要住到交病房都是住到我们这里来 两三岁的小朋友 他可能不只是需要医疗上的照顾 他还需要人家安置 像这个是我们护理师在用的工作车 那有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个放一些影片给小朋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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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